这个小白脸透过望远镜突然惊恐发现 沙漠中竟出现了几道诡异的声音 男人瞬间意识到 他们已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之中 吓得男人连忙将此事告诉表强哥 可早已见过大风大浪的他却丝毫不光 当即便下令让众人准备迎敌 只是请客间的功夫 白脸小队就迅速摆正了架势 说什么也要在此将敌人拦截下 起料就在众人行动之时 敌人就展开了袭击 眼看战车遭到破坏 白脸小队立马进行了反击 可碍于距离原因 他们的火力始终无法波及到底 更为恐怖的是 此时的敌人还当着他们的面 直接就拉开降落伞飞响了起来 众人见状还并未意识到 很快他们就将遭受到毁灭式的打死 只是请客间的功夫 战车上的人类就被瞬间消灭待遇 眼看敌人扔出飞爪即将登上战车 跑在一旁的小车及时扔出镖跳 这才化解了燃眉之子 可谁料就在众人接连解决掉敌人之时 由于车辆被卷入战车下方 破碎的零件竟意外将输油管给割服 眼看油量开始迅速下降 如此下去他们将会泥失在这个戈壁滩之中 一旁的军官舰撞立马打开钢门准备前去维修 而强哥则拉响警报予以戒备 很快 收到指令的白脸兵团立马就驱车来到战车前方 在完成好对接任务后就开始了转换 打算补充兵力来与敌军展开最后的交流 可让众人始料不及的是 只见敌人绕到战车前方后 就立马张开了降落子 伴随着一个个炮弹的路子 强哥的团队瞬间减少大满 更为凄惨的是 修理管道的军官也遭到了波及 好在最终时刻 男人将金属管道托付给了小美后才抗坦不死 而就在此时 敌人不仅发动了爆炸袭击 还趁此机会潜入战车底 打算从下方将其引爆 这一幕却正巧被小美所看见 为了救下队友 女人二话不说连忙攀爬而去 可就在他想要碾面火焰之时 却遭到了敌人的阻斗 好在队友操作钢爪及时救下了小美 这才得以化解了这场团阅危机 而看着紧剩的敌人 强哥随即再度拉响了警报 借此鼓舞士气准备进行最后的战斗 而就在此时 强哥却发现敌人正在从车尾发动袭击 如若让敌人成功侵入 那后果必然不敢想象 好在这时小美正好修好了管道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 强大的玛丽就将后方的敌人全部消灭带走 可即便如此 敌人却依旧表现得丝毫不惧 说什么也要将强哥一行全员扼杀 不巧的是 战车的散热帽却意外跌落了下来 如果不快点将其安上 战车将会由于高温而原地解体 而趁着这个间隙 敌人则抓住了机会果断发起了进攻 眼看队员即将团灭之际 好在小美立马将帽头迅速安装了上去 面对着敌人的进攻 也临危不乱地加以还击 虽然好不容易摆脱了眼前的危机 可无奈敌人的进攻实在是太过密集 只要稍不谨慎便会再度陷入险境 然而身经百战的小美可不是软势子 只是眨眼间的攻速就解决了战斗 可还没等两人喘息片刻 下一秒敌人的攻击就再度来袭 强哥健壮立马推开小美 踩下油门就悬挂在车门两侧 小美很是不解 为什么他们要表现得如此害怕 直到敌人喷射出一道令人择舌动 小美这才明白强哥的举动是多么的有先见之力 趁着敌人尚且迂回之际 她果断来到后方启动了钢筑 成功扼杀了敌军的袭击 而就在女人当松了口气 强哥就突然惊恐地发现 敌人竞驾驶着战斗机抵达了此处 看着眼前的攻击丝毫没停止地打算 小美鼓起勇气立马展开反击 眼看钢叉成功击中目标 女人见状直接拉下开关 打算将战斗机拉到跟前进行打击 谁料敌人这时却突然掏出机枪 趁着子弹告尽之时 女人立马推开钢板直接滑到敌人跟前 随着她拉开闸门启动机关 车尾的螺旋桨就直接展开了旋转 只是请客间的步 高速的转力便直接将敌人吸引 无法抵挡的男人也只能无奈以为吸引 随着敌人的主力部队被悉数歼秘 这场生死角逐最终也因女人的胜利 这才落下为命 你 trong没关系 这本次多点 我给了另外一个 可以 一下 每次 送一 没事